我是HaiHai大家好 我是LinLin 那之前又來到LinLin開上去啦 好 然後呢 這就是我們的禮物啦 感應夜燈 它可能就是感應 然後它就會發亮吧 這邊有個燈 這麼輕鬆 啊這裡是 蔚廉嗎 蔚廉喔 會黏的喔 那怎麼辦 那是要用這個 對 它就是掛的 這是掛 我看一下哪邊 哪邊是上面 嘴巴朝下 好 這樣下去 對著它嘴巴 這是對著它的那個 來 這是對著它那個 圖案來 這樣子 好 這樣就黏上去了 我一想玩啊 媽咪要不要過來玩 你不是小孩不能玩 要不要過來玩 你可以玩直接方塊 欸為什麼馬上亮了 這是兩個亮度 我們先調最亮的好了 好 它不是感應的嗎 怎麼馬上就亮了呢 因為我們現在靠近它 因為它熄掉了 感應器熄掉了 我們現在去看這個 夜燈到底有沒有作用 好 現在我們這邊測試感應夜燈 這個不要理它 省級太久了 走 你去門口 門口門口 走 走 走 你到 開門那裡 沒有亮喔 沒有亮喔 沒亮 有亮嗎 沒有 沒有 我到這裡 等一下 好 過去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過去 啊 快亮了 這樣 這邊好像不好 讓我再找其他的 爸爸拿去我的衣服用 好 起來 等一下 沒有 它這樣都不會亮 算了 表示不能放這裡 有沒有 我跟你講你經過它前面的時候 它應該會亮 它的 偵測範圍到底在哪裡 這是可能弄的釘子 然後把它掛在這裡 早上拿衣服的時候 基本上不開燈也看不 不太 不是很清楚 所以放在這裡 好像可以喔 這樣就可以拿衣服了 欸 欸 為什麼不亮 靠近點 喔 靠近它才會亮 好嗎 那喜歡我們 聽人記得幫我按個讚 還有記得訂閱網 一下是小鈴鐺 可以收到小鈴鐺 可以收到小鈴鐺 還有記得留意 還有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琳 quarto 怕屁股97還是按鈴鐺 五時九 再來 晋三 比如說